奥特之父作为光之国的现任领导者兼宇宙警备队的大队长 其实力到底如何呢 今天阿泽就为各位小伙伴深度解析奥特之父 看看他是否配做光之国的第一把交椅 奥特之父原名剑 是光之国领导能力出众的营租战士 他凭借标志性的大脚和脸颊上独特的胡子 给观众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每当奥特兄弟们面对强敌陷入苦战的时候 奥特之父总是能及时赶到支援 协助他们战胜强敌 与其他奥特兄弟不同 奥特之父除去本身强大的实力外 拥有诸多堪称变态的神器 能毁灭恒星控制光之国运动轨道的奥特钥匙 及防御与攻击一体的奥特哑铃 蕴藏奥特一族神秘力量的究极之刃等等 每一件单独拎出来都是其他奥特曼能当传家宝的 同时奥特之父也是目前奥特曼宇宙里登场的最年长的奥特曼之一 别看我们所熟知的初代爱死啥子有个一两万岁 但他们和奥特之父的16万高兽比起来 就好像吃奶的孩子遇到了自己的爷爷 所以其他奥特兄弟在奥特之父眼里都和孩子一般 做奥特之心的奥特曼们也尊称他为奥特之父 光之国漫长的岁月里 奥特之父经历了奥特大战争等诸多大事件 并在此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于五万年前击败了被誉为光之国永恒威胁的 古阿帝国军团长宙达并将其封印 在聚集三万年前的奥特大战争里 奥特之父凭借奥特之中的力量 驱散了安培拉西人统帅的宇宙怪兽军团 避免了光之国受到更大的伤害 更是在觉醒争智力之后 与巅峰时期的安培拉西人展开一位一决战 最终奥特之父以留下永恒且无法治愈的伤疤为代价 重创皇帝安培拉西人并将他驱入出了光之国 奥特大战争最终在奥特之父的带领下取得了完全胜利 在一次次重大事件中 奥特之父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身先士卒的勇气 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奥特大战争结束后 光之国创建了宇宙警备队 奥特之父在众人的退举下担任了第一任队长 同时他也成功俘获了奥特之母的芳心 偷偷的人生赢家 奥特之父能拥有如今万奥之上的地位 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并非浪得虚名之辈 在任期间奥特之父始终制定维护宇宙和平 派遣奥特兄弟们保护地球与其他行星 免受怪兽的侵袭 在他的带领下 光之国在宇宙中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既然奥特之父设定这么一天 那他的实战表现到底如何呢 奥特之父首次登场于艾斯奥特曼的TVD27化 西伯利这些人击败了艾斯之后 又涉及将赶来的奥特兄弟全部变成了铜像 这在关键时刻奥特之父登场了 初次登场了他凭借其头顶的一对巨角 给小伙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要知道当时所有奥特曼都只有头顶的一根脚 而这位的出现直接打破了我们对奥特曼的固有印象 在由奥特沐浴冲洗掉艾斯身上的沥青之后 奥特之父和赶来的西伯利这些人展开战斗 初期凭借奥特亚铃 奥特之父尚且能做到完全压制 但随着时间推移 奥特之父逐渐落入下风 被西伯利这些人打倒在地 最后他将谨慎的能量传给了艾斯 自己则重伤倒地当场去世 奥特之父的首战表现其实非常不尽人意 我们熟知的奥特曼初次登场 不说秒天秒地 最起码要和怪兽打得个有来有回吧 但这位登场后没过多久人就没了 着实让观众有点难崩 站着来躺着走 或许是编剧意识到了奥特之父的身份特殊 不能让他的表现过于拉卡 于是接着在STVD38话 奥特之父与圣诞老人的形象再次出现 鼓励兵帮助艾斯战胜了纳姆海嘎和斯诺基拉 从此奥特之父回归待遇得到了提高 但更多时候不再主动参与作战 而是担任战略处指挥的位置 各种挫复活必救人 至少不会出现登场不久 光速暴毙这样的逆天情节 无论是在泰罗还是在孟比优斯TV 他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在孟比优斯TV第49话 奥特之父迎来了自己的巅峰 在安培拉西人的回忆里 他与奥特之父展开决战 被重创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口 根据TV后期 安培拉西人为我们展现的恐怖战力来看 奥特之父能以一己之力战胜巅峰皇帝 不说四六开起码五五 多少为他大队长的身份挽回了尊严 随后在昌映和传战里 面对归来叠buff的贝利亚 奥特之父无力抵挡 最终落败 而到了杰德奥特曼TV 为了让失败的杰德恢复信心 奥特之父展开结界 与贝利亚搏斗 为杰德争取时间 综合来看 奥特之父的登场有过高光 也有过暴毙的黑历史 表现虽相对平庸 但总比某位大人好太多了 奥特之父作为光之国的领袖 为何表现得如此平庸 他在S奥特曼TV里的首站 旁白就已经为我们讲述了原由 从M87 干了原旧五个儿子的奥特之父 经历了漫长的旅行 他耗尽了能量 已经精疲力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